史蒂 喝個水 好 報一下出生點位 在地圖一眼中方向的紅色神族玩家是NC 神族總統 很早就出來針拿探路 在地圖 見中方向的藍色人類玩家是來自沒有戰隊的DASH 直接裸霜 他沒有蓋在下面 他直接蓋在上面 怕被壓 怕被那個 一球 一球一追的那種打法 如果說你的主堡是蓋下面的話 其實也還好 因為你兵營一好 直接蓋一個碉堡的話 他其實也是壓不到的東西 裸霜是完全可以守 不過他還是選擇蓋在家裡面 比較安全一點 不然做騷擾 那NC這場就是比較正常一點 他是單瓦 單瓦開礦 對 單瓦開礦 那這樣的話 他做了球 對不對 他就沒有那個 沒有瓦斯去升船門 然後也沒有辦法出追裂 好慢慢等 差別在這裡 這球 欸 球就這樣 還好 還好 有被 有殺掉 那這樣的話 我看一下 Dash的視野是 喔 那這樣不知道他裡面是 雙瓦還是單瓦 那 因為 基本上前幾場 NC都是雙瓦 那 Dash可能會覺得他是雙瓦 但其實沒有差很多 沒有 其實沒有差很多 只要對方沒有要搞你的話 其實都一樣 差不多 好直接來囉 一球 一球一追 壓過來了 這個追 這個球應該是會直接飛到這 飛到主框看一下 這應該是不會印來 他應該飛到主框看一下 欸 看一下 看一下人家科技 快點快點看 喔他看到他裸霜了 喔 所以說他看到對方裸霜 可能就不想飛進去看 喔 直接掃描了一下喔 這 賽末點啊 壓力很大 看一下對方的科技喔 結果人家是3BG 很有可能要直接壓他囉 他應該有感覺到 那這樣的話 如果說對方是3BG的話 那這個樣子 我覺得Dash他要多蓋一個 雕寶 要多蓋一個雕寶 不然的話很危險喔 正面等一下會有 五隻追劣 喔 會有六隻追劣 直接 直接A 直接A 那 其實神族這樣打的話 他的好處是他A你的時候 他就可以知道你家裡在搞什麼 搞什麼鬼了 好 這邊要再蓋一個雕寶 哇 防空塔 會怕 會怕 哎呀 沒有反應過來 反應慢喔 NC 哇 NC要直接捅 直接把人家捅死啊 這個之前我看那個 我之前看那個 RAN也有這樣打過 不過他那一場是悲劇 好 追劣哨兵 是他不斷加速他的兵營 把加速全部都放在兵營上面 欸 我才剛講完 加速放在兵營上面 喔 他在勾他 那 DADGE是他還不知道 NC外面 這邊 這邊用什麼東西他完全不知道 好 他現在放了一點 工兵來 修理 但是他還是沒有那個 反攻 他還沒有多蓋一個碉堡 哇 他要去看一下 可是 因為外面有 有追劣在風箏草 喔 這直接打死了 這要打死了 這 這要打死了 喔 這 這個要掰掰了 直接一個緩球 好 直接上來了 地藏 割掉 哇 所有的兵要被吃掉了 喔 這邊還有一堆兵在防 防那個仙姿啊 有點LAG啊 喔 這波大傷喔 殘了 直接打殘了 好 不斷的利用射程優勢在那邊賺便宜喔 人類的打 打真還沒有好 打真 人類這場打真也是晚生喔 因為他是裸霜的關係 所以打真是會慢一點 這二礦不能掉 二礦一旦掉了 這人類就沒得打了 NC這波壓制很強啊 欸 NC他是 他不是打一波 他是有營運的 哇二礦掉喔 而且NC的弓兵是45隻 哇 Dash這個要直接被帶走啦 喔 這基本上應該 喔有要上去嗎 其實不用上去喔 風下面就好了 把 讓他下不來 讓他下不來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慢慢磨就好了 如果說 基本上NC Dash這場應該是沒得打啦 要被炸 啾 好要上了 要上了 好像要硬打喔 好像要硬打喔 沒有沒有 好 這邊放下了VR跟VC VR跟VC 機械製造場 跟目光陰毀 工坊也掉了喔 哇 這就是虧爆阿 超虧 欸 這虧到真的是 超級虧到 超級虧到 VR、VC 升閃追跟那個OB阿 NC真的是非常喜歡閃追 用閃追 有閃追 那個追就有超過空間 就可以拿來手工頭 他真的是非常喜歡閃追 對 補了大量的兵營 看來等一下應該是要 喔 這其實也沒有很大量 雙礦 雙礦7兵營很正常 所以說他只是把兵營補齊而已 把兵營補齊 只要這波守住 基本上就贏啦 那Dash也沒有要開礦的意思喔 他也沒有要開礦的意思喔 他現在就是A到底了 OB 看著 看著他部隊走過來 6隻哨兵 好 這個其實應該是沒有那個 多餘的掃描 可以用喔 因為他其實已經很窮啦 在丟礦羅 應該是不會用掃描去掃這個東西 有點痛 來了 要來了 這 兵力差距有點大 等一下閃追一好就可以直接追擊喔 好閃追好了 閃追好了 在這裡 等一下會直接跳臉喔 其實可以打啦 這NC就看到他的兵力就這麼鳥蛋喔 應該是要直接上啦 應該是要直接上啦 NC很穩喔 NC到處都是 OB 有沒有 這一定是MF2阿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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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誤會誤會 他只是調整一下 哇 比你差距有點大阿 這是怎樣 這是傳作中的 甘男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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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 Boss 好 我們恭喜NC3比1 擊敗了DASH 晉級了冠亞軍賽 誒我發現NC這個打法好像不錯耶 因為 你要 你要從二礦走出去 你就只能從那個窄口出去嘛 那 NC兩隻追劣放在那邊 基本上你工兵不可能穿過去阿 除非你出死神 但是你前期沒有做死神的情況下 你也不可能 你就 你那時候在做死神有點奇怪耶 很卡很卡你的經濟 那 NC就利用 這個 那個地形的優勢嘛 而地形的關係 他就放兩隻追劣在那邊 然後甩你 那你又不敢出去跟他硬甩 因為硬甩你很有可能會被 那個追劣操作嘛 然後會 損失蠻大 所以他就沒有出去 沒有出去偵察 然後就NC在那邊斬了 很多的那個 哨兵跟追劣 直接一波捅過去 捅傷喔 我覺得不錯 我覺得真的不錯 這個打法在這張圖是蠻好用的 但是不是每張圖都可以這樣用喔 他是有 他是因為這張圖 這樣子用強他才這樣用 不是每張圖都可以這樣用 因為對方其實如果說 人類有發現的話 他放兩個碉堡在那邊的話 基本上 他放兩個碉堡在那邊 然後再放一點那個 工兵在那邊 修的話 其實打不太到東西 你一上去 他直接兩個碉堡 他點殺你的那個哨兵的話 哨兵很快就死光了 他沒立場的話 就打不進去了 好吧 恭喜NC 進幾大